在这个字的基础上 再加一个笔画 这个字大家再猜一猜 木 我们在木的底下 加一个点 这个字我想 有的朋友已经猜出来了 这个字就是本 加点横画就是本 为什么加一个横就是本呢 因为我们前面讲木的时候讲过 下面这三个笔画是不是树根 树根 有个词叫做 根 本 说明什么 根就是本 本就是根 所以这个字它表示树根的意思 然后它是在树根这个地方 加一个点 提示你 这个地方是树根 这是本的来历 所以本就是最基础的东西 所以说本来 你看还有个词叫本来 是吧 原来就是这个样子 最根本 最基础的地方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字 叫本来 当然和本的 相关的意思 还有很多 比如说 做生意 做生意第一笔 你刚投入的钱 叫什么钱 就叫本钱 你做生意的话 是不是要先进货呀 或者先租房子 它叫本钱 本钱 就是最开始生钱的那一个 你从本来生钱 从树根来生树叶 也是这个意思 这个本是不是讲的 很形象 这个造字 它是有些智慧的 它是有些智慧的 是这个本来生的 是这个本来生的